各位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呢 也是在野狐的對局 一開始雙方都是下二連星 那我這時候去掛個角 看他會走什麼 面對這個局面好像AI特別喜歡去 像是掛這個角 或者是直接點33 不過他這時候是採取 直接Fake的下法 那我們乾脆再掛一個角好了 如果說他跟著再硬的話那這樣看起來黑棋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對方下蠻多的 哇這個 6000多甚至7000多拜 下了13000盤真真是蠻驚人的一個數目 想蠻久的 蠻令人意外的 因為通常佈局會用的時間會比較少 喔他還是採取跳一個 那面對這個棋好像 讓AI特別喜歡去 虛這個 那我們今天也來虛一下 試試看 那面對這個虛其實白棋有很多種硬法 首先最普通的當然就是沾住 那沾住的話黑棋大概就往裡面飛 那白棋就脫先了 那 喔他就真的走這個 那我就飛他 那另外呢 剛剛這邊他如果不沾 採取併一個 或者是小尖在33的位置 這種下法也都是蠻多的 他現在之所以不再去尖33的原因就是因為說 如果他再去尖的話那等於說是跟本來定時黑棋廢一下在拆耳 等於是還原但是黑棋免費虛到一下 那多虛這個 禮盒外的交換當然是白棋虧了 所以說他這個騎通常就不會再硬了 那這時候呢他採取這個掛腳也是非常普通的下法 對此我就簡單的 夾攻他嗎 夾攻他還是說自己去飛一個也是 都有可能的 夾攻他試試看好了 那這時候呢 普通一點當然就點33 不然就是雙掛 也是都蠻有可能的 他最後是採取雙掛那我就靠在這邊 靠這邊他應該是為單點角 單點角的話我看就要虎這邊還是去擋下 那點角呢我就 想堅強採取走這個 那這時候他定時一般來說有爬這個也有去搬上來的 那他是採取爬 那我就挖沾吧 這起我挖沾那他看是要虎還是說沾住 我印象中好像是 好像是虎一個的 印象中 不是很肯定 他這種必然的旗呢也都要想蠻久的 結果他是採取沾了那看來是我的印象 錯誤可能記錯了 這起我不知道能不能立到 我印象中是要立一個的 我印象中的 你沾住他是強調後續還有一般是嗎 但是般我可以去斷他 不過怎麼講這邊總是有一些保衛我好像不太敢用假的我可能用兼衝的好了 一方面也是要支援這邊的弱點 我如果用假的話他這個搬出來我可能不太敢去斷他 太薄 那兼衝在這那看他要不要走出來 如果要走的話可能是跳一個吧 我跳我可能會夾他 他好像也 不是很理想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走 喔那就直接板黏掉了 那這樣子也可以啊雙方就妥協了 你看這種必然的旗他都要想 這個肯定不是人類啊只能這麼說 但是我們也沒辦法 對方 就算我知道對方是AI我還是會繼續下 這起我要沾嗎我有沒有可能脫先啊 我覺得這邊沾一個好像不是很 不是很緊急的一個點 我覺得不是很大 我覺得不是很大 我覺得這邊走好像意思不是很大 但是他爬一個段看起來也 看起來他好像也蠻爽的 算了算了我還是補好了 那現在可能局面焦點是在下邊吧 他 正常感覺可能會想往這邊夾攻之類的 對方網路看起來不是很穩 他就繼續掛腳 繼續掛腳的話 突然有點想踢他 踢他長我跳 再拆的話我K進去 踢他好了 他這個有 有膽量拆到三格嗎 因為我這邊還算比較厚的形狀 我覺得他不一定會拆到三格 拆二感覺是分寸 高拆二 喔跟我想的差不多 就算他走高拆二我還是想點他 手劍就是想點 但是好像不是最緊要的 怎麼起我走哪邊比較好 布局真的是 非常的迷茫 不會走 這邊我還是不要急著去點好了 感覺並不是很緊要 先走左下角 拖了搬進去 那這個局部最流行的當然就是像打瞻啊 然後或者像虎 甚至立下也是有 看看他走哪一個 他現在應該是要走打瞻 這個衝 白起現在直接衝下去好像也是有 但是 不是很常見 那他現在應該是不會立下 我覺得他應該會 貼一個然後我退的時候他就脫線了 因為他這個立下被我貼住的話 剛好 有點限制他左邊發展 結果他打臉我 他還是繼續立下 那我們就貼上來 我是覺得剛剛白起這個立下的選擇應該走在這個貼的位置 然後我藏的時候他拖先去拆左邊這樣子 比較能夠去發展他的左邊 這是我的一個 以人類來說會有的想法 那當然我剛剛也 覺得這個對手很有可能不是人類 所以說 AI可能會有他的特別想法 我當然走這個圖當然白起也是可以啦 這起我如果現在占坐他可能會往這邊逼 那我如果跳了 跳了他爬 然後我再去斷然後再跳 走那一圖的話就比較沒意思 因為這個現在下面的發展並不是很大 就算下面能夠有發展這個角都是空的那我 我發展個什麼鳥對不對 所以這個起我還是要實力 就是把這沾住 那他下一手肯定是往這邊逼啊這個 除了這裡不然就是這裡 應該是這兩點在選擇而已 我想不到對方再度打臉我 想不到他是這麼強硬啊 直接沾出來 那這個我也沒辦法 我只能往這邊逼一下 如果我自己跑到要留給他拆二的餘地 這個應該沒法看了 所以我就先逼他那他跳的時候我再跟著跳出 這應該是正常的感覺 是我自己我自己覺得正常 那AI怎麼看我是 我也不知道 不過應該是人類一般會有的感覺 那我跟著跳出的話下一步往這邊靠他算是一個 形狀上面來說是一個好點 有一個騰擾眼位之類的東西 他這時候正常應該是會往這邊飛一下 跟我猜測差不多 看來實力還是可以啊 還是自我吹噓 但是他雖然有飛了我還是有點想靠讓 有點想靠讓 問他硬手嘛對不對 如果說他是頂在這的話我就可以斷他一下 斷他他不能打下面 打下面被我 一長他這三顆就壞了 就死掉了 所以說他頂我斷的時候他只能打在這 那我這一爬 他只能踢回去我下面就可以直接活了 所以說他這時候為了不給我眼位他只好退在這邊 這樣子我靠跟他交換 應該是不虧的 應該是不虧的 他是先出頭 這起我剛剛 不太想直接把他虛掉因為如果虛往我這邊就伸出一個挖斷了但是我現在有這顆子我等一下就可以把他虛掉 但是怕虛不到了如果說他現在橫跳我就虛不到了 他是用正的位置那我還是可以再虛他 他現在如果沾座我們可能弄出來跟他戰鬥搞不清楚 對方網路看起來確實優先有點問題 希望對方不要斷線了如果當然斷線了我會 我也是還可以了如果能夠因為斷線簡易盤我也是可以接受 這個跳過來形狀不好 跳剛好被他一併這邊伸出挖斷 怎麼走形狀都不太好 我如果飛出來跟他站的話這邊剛好被他靠出來感覺形狀也是 也是挺慘淡 不好下 不好下我乾脆來這邊找吊子好了 不知道有沒有有沒有什麼吊子可以找 確實不會下 剛剛用掉一次還是有點可惜 這跳確實形狀不好 跳剛好被他一併 如果沾座這一挖斷就爛了 確實形狀太差 他現在尖的話我渡過那他應該是要挖斬的意思 他應該是要挖斬的意思 總不會擋在這吧 擋在這那我這一沾住那 他應該不能看 挖斬那我也就把這個虎住 剛好把腳上的 空給補好了 只是說現在跑去走這個 中間他會不會就直接殺過來了 他 他這個震過來的話好像不太好 可能我剛還是應該往這邊跳一個 唉走的還是不太好 喔他是往這邊靠下 往這邊靠下 我有點想要 這個起我如果搬了吃這個肯定是不好 因為他就簡單打下 他這個形狀太優了 這個我很想要反撥啊 直接頂 頂了斷掉還是怎麼樣 頂了斷還是說去虎出來之類的 雖然看起來很俗啊但是 總是不想跟著他的調子 斷的話他會怎麼下 我想問他一下 斷他會板年下面 感覺 感覺 他應該會板年下面 我好像站不動 可能還是要虎住啊 感覺上啊 感覺要虎那 虎的話他是怎麼硬我 他如果這邊虎一個的話 我這一尖他是不是很兇險 搬在這 搬在這 這其實是搬在這的 那我打出去 他剛好一衝我是要壞是不是 但是我剛剛也不可能打在這邊啊 打這邊搬回去不能看了 我現在也是只能打出來 但是他場我沾住他這一衝我是怎麼 怎麼辦的 要壞了 好像又是一個局部直接被人家打爆了 沒辦法 下不動啊 確實下不動這真的是沒辦法 他再接著衝我這個好像 總是不可能總是不像是我吃他的樣子吧 這已經壞了 剛剛這個撞了虎過來好像還是 還是有問題 他現在就斷這個 這個 好明顯壞 欸 這麼乖喔 這麼乖喔 就直接過去 但是我現在這邊還有一個挖斷 先爬他一下 天啊這邊還有一個挖斷我是要怎麼救啊 救不動 突然又哭了 突然又哭了 有夠慘 斷我 這個我多打都是多虧的沒有意義 8 7 6 5 4 3 3 7 2 莫非我只能自己做火 天啊 沒關係 至少這邊火了 那中間 中間要怎麼處理啊 他現在是不是要摘我一顆的意思嗎 那我提兩顆是不是也還能看 互換 互換 他摘一顆我摘兩顆 而且我摘完兩顆這後續還可以搬下來 是不是也還能看 他現在這裡要不要再補 他這樣子走的話我怎麼反倒覺得黑騎還 勉強還可以 雖然肯定是擺好他現在左邊又練出一塊勢 勢力範圍 好他是補在這 恩確實 這還是得跳吧 9 8 7 6 5 4 3 2 1 再跳一下 但是實控是不是已經黑騎不太好 哇這個 這裡給我點這麼多 這邊 這邊我是連螢幕都不太敢算 給我點這麼多 然後白騎左邊好像也點的比較少 這期客觀來說黑騎已經不太行 從AI的角度更是這樣 應該是黑騎已經明顯不行 嚇不動 乾脆K進去搞一波 乾脆K進去搞一波看你怎麼殺我 看你能不能殺我 不搞一波的話其實也只是安樂死 有搞的話 起碼不會 起碼不會死得那麼難過 這我要長還是怎麼樣 不會下 這期能不能板到 他如果虎上面我有這打得頂過來是不是 好像也還有一些搞頭 他應該還是會擋 他擋的話我就可以垂到這個 垂到這個之後再這一拆一 有沒有感覺好像一副能火的樣子 先催眠自己他好像可以活 然後 再說 粘住了 那我再 這邊 再就真的拆這個1 等一下還可以飛進去 有沒有 好像很多眼威的樣子 然後 這等下搭下來全 全是淚 全部都是我的眼淚 這等下搭我班的話 這一間 我擋他一起打吃 哇 痛苦到一個不行 全是我的眼淚 飛進去 先把這塊弄火了再說 幹最好20.5啊 這期最好是我領先20.5 怎麼看都是我已經哭出來的局勢 這邊應該要補 要補吧 不然我衝過去他這顆會掉 對方網路真的不好 還居然罕見的用掉了一次 這個我怎麼火 虎在這邊有活樣嗎 火在這好了 我虎這個的話 好像 邊上一尖 看起來 看起來挺鳥的 不太像有活樣 我虎在這的話 等下一長 感覺上面還有一些眼型 那如果他垂下來的話 我下面隨便一虎 總是活的 哇他這個棋 難怪他剛剛又跳在這 強調我這塊棋 都還 生死未卜啊 我真的是被殺有過慘 慘啊 我只好輾轉騰挪了 旋轉跳躍 各種瞎搞 瞎搞了 走哪 7 6 炸 噴枝 這個肯定是能火 走出這個肯定是能火 但是問題是 外面爛光 外面爛光啦 我本來是很想從中間搞 搞出來 但是發現自己氣太緊 搞不動 我現在從這邊斷是不是有比較有搞頭 有沒有有沒有 如果自己退回去的話 他被這一虎 感覺已經哭了 乾脆斷上去 看看比較有沒有比較得搞的 8 7 打在這 我天啊 他這個棋是打在這的 打在這怎麼看不太懂 他現在是要吃下去 但是我打在這邊 他就把下面撈掉然後我雖然可以從上面吃出來但是 控全部被他洗光 是這個意思 確實他這個計算太高端 嚇不動 這我有沒有辦法救這個啊 救的話我氣夠嗎 我好像氣夠耶 我應該沒數錯吧 鋪來來來 我等一下立這個 還是我數錯了 我數錯了是不是啊 看錯氣 等下打吃在這沾住 那我立這個 他擠我我沾 我好像看錯氣了 還是說他現在補 我斷這個斷不動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 好像弄不動 好像弄不動 喔他這樣子下了 好像是我氣不夠 好像是我氣不夠 如果他如果他氣不夠的話他應該不會這樣下 到底是什麼 不對啊我怎麼看都是我快氣啊 他看錯了 還是我看錯 我快氣吧 對啊我快氣啊 想說就沒看錯啊 還是說這是他的氣質戰術啊 怎麼感覺沒必要 好像真的是我快氣啊 好像真的是我快氣啊 他看錯了 電腦也會看錯 跑來點這個 這邊應該沒什麼齊吧 對啊 電腦看錯了 運氣還挺好 只是說 這個雖然說吃到這邊但是 好像還是明顯白氣好 因為他這邊 擠啦火的整個都是貼滿的 這一打我應該是得補 不補的話要死 點過來了 這麼兇喔 他怎麼這麼兇啊 我好像無可奈何 別人在你家撒野但是你就是沒辦法 確實 點我剛剛也不能擋擋到斑下面 總是走不動 你還可以再肩進去 痛 我只能去擠 擠他沾住還是火還是怎麼樣 這個也是他的權利沒有辦法 左邊這個再加上面這個 我現在木好像還可以啊 不過這邊好像點多了 沒有那麼多 現在看的話他這一夾我倒是有點薄 飛在這兒 有點想跨他耶 9 8 7 6 5 4 3 先搬個先搬個先搬個總是總是不虧吧 他應該不會打了沾住吧 為了緊我的氣應該沒那麼狠 那樣子就太狠了 8 7 哇還真的啊 真的要沾這個啊 為了緊我的氣 應該不是吧 估計還是要 還是要沾回去的吧 只是他高興打一下 喔 喔 他是要走這邊了 喔 沒想到耶 他幹嘛這樣走 為了渡過 可是這樣子他是後手 他走在這邊確實也非常噁心 因為他後 後續一擠 後續一擠 我很噁心 確實 而且他渡過他不怕我這個打 打了再提 反正他下面都連回家了他也沒差 但是我不打好像也不行 這我還是 得在這邊走 一手起 喔 這個打好像也不好 好像應該直接尖出去算了 但是尖就被他一跳 喔 感覺形狀也是各種慘 欸 這麼老實啊 他這個起居然這麼老實啊 就沾一個 後續這一挖也是掉了 怎麼感覺好像又已經完全在對手掌控之中了 剛剛這個氣質好像也是 他故意了是不是 哎 好像完全在對手掌控之中沒有辦法 戳這個這個也是你的權利 等一下從這邊跨看有沒有一些 有沒有一些搞頭 確實不好笑但是 還是努力堅持一下吧 這被這被人家殺假的啊 想問個應手 你是要吃我還是搬在裡面呢 問個應手吧 吃在裡面那我就斷這個 他現在應該是只有沾在這邊吧 站這邊的話那我是不是可以點進來啊 我好像可以往這點 精妙的一手 精妙的一手 還是塞在這邊 不知道怎麼樣比較好啊 感覺不一定便宜 不管了反正也都下了吧 這我還能繼續貼嗎 貼他會不會沾回去 先斷 先斷他應該不會這麼變態吧 這個要翻過來 翻我還可以打他一下 應該沒這麼變態 又不是要真的殺我 那這樣我就順勢一場 把這邊做火 現在這邊還有個衝段 他可能會補 可能會沾一個補齊 他藉著攻擊順勢把這邊給練出一些木屬 喔沒有補 他跑去動這個 這個確實也是特別特別的大 是我敢沾嗎 沾被他一沖 7 好像形狀又裂了 我貼好了 他如果要沾 如果要吃的話 我從這邊沖斷 這個木屬現在怎麼樣 哇 好像還是不太行 也沒辦法 我現在沖這個 從這個後續這邊還有一場 他可能會直接單體回去 我感覺 這個火 誒 不是啊 現在我是斷這個好還是長這個好 不知道先走個起 先 先走這個 這個 接個時間 我是吃這個好嗎 感覺可以間接 支援一下這塊起啊 還是我撞個打吃然後藏了貼回去 好像也是一個 一個想法 好像也是個想法 他如果現在要擋 我就藏這個 然後他沾的時候我貼回去 我就說他擋我斷一下 然後再藏這個 然後在這貼 全部可以把他收滿 也是個想法 我斷的時候他會不要了 如果不要的話那我免費提一下也是蠻爽的 他如果現在要的話那我就先手 把這個提一下吧 哇真的不要 這個AI也是 蠻會判斷的 這個起就不要了 那我剛剛這邊少提了一下 虧了一點點 我應該在斷這個之前就把這個提掉了 他現在這個提到 提掉的話我這一手就交換不到 稍虧一點點 不過也還好 哇這邊也不要 他就是堅持要減掏我這塊旗就對了 這麼兇啊 他覺得他這下肯定沾得到 因為 我如果不走 這個搬過來 我應該會蠻慘 但是我不管了 控不夠啦 我是 先把這邊撈起來了 等一下我提在這邊好像也不太對 我好像應該就中間 還是我剛剛應該補回去 打我 他這首旗不知道會不會補 不補的可能性也很大 他應該是要檢討我 應該是要殺我 我就看能不能火 這邊掉點東西應該是可以火的 來了來了來了 夾在這兒 夾在這兒 我先夾好了 夾的話可以補到這邊的充斷的問題 等一下打一下感覺中間也比較多眼尾 現在這邊的氣 他好像是收滿的狀態 所以說他這邊等於是鐵厚 這邊等於是有一道牆壁了 現在應該會打這個 沒有錯 不要讓我連回家 這樣我中間能做出鹽嗎 好像無法 無法也是要拚啊 沒辦法 這邊我先保留 反正他也不太可能往這邊衝過來 我就先保留這個立下的可能性 因為立下搞不好往這邊跳一下也是有個眼 所以就先保留住 這塊能火到控不知道行不行 貼 貼我只有收氣吧 貼我只有收氣 這塊火掉的話 我其實控還是 還夠是不是 就要火了一下 火不到 火不要靠近去死 火不到 全部換掉 全部換掉這果然是AI本色 不保留的全部換掉 那他現在要怎麼殺我 跳一個 直接來 直接點我 這我是連通的啊 但是我這個 連不回去啊 我的天啊 這我是連通的啊 連不回去啊 我的天啊 連不回去啊 連不回去啊 沒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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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跳一個看看這邊有沒有前途 喔 都直接來的就對了啦 全部看清了 感覺他已經全部看清了 直接都全部直接來 看這麼輕這誰受得了啊 怎樣撞這個還先手 看起來是活不了 對手這麼篤定的樣子 真令人想吐啊 這種棋 這全盤沒機會嗎 這到底要怎麼下 有機會嗎 攪一攪 攪一攪 順便接個時間來好好想 這邊有沒有搞頭啊 我搬在這邊是不是有點搞頭 7 6 靠這個利先手還可以搬過去打結 那我先搬一個好了 這邊就不消耗劫財了 留著等一下還要用 對嗎我利這個先手 等一下可以搬過去打結嗎 打結 打結我劫財 來不知道在哪裡 好像單斑比較好 單斑的話 結彩好像比較便宜 我這個等一下沾一沾都可以當結彩用 我就沾這個當結彩用 我沾這個可以當結彩用 他現在要點 我現在是可以提是不是 我現在是可以提是不是 喔不行 提被他爬回去 提被他爬我斷的話他可以粘住 這邊就變沒有結了 所以我現在得擋一下然後再提 打吃這個我只能要 我可以找本身結 但是本身結 好像也只有一枚而已啊 太慘 本身結只有一枚 這我怎麼搞 沒有搞頭啊 沒有搞頭啊 我當我都沒看到了 看 9 8 7 6 5 4 3 2 1 喔 開始瞎搞 亂下 這被提我怎麼辦 斷這個是結 怎麼可能是呢 怎麼可能是呢 幹 氣掉了 幹 氣掉了 好慘 本來我這一手不走的話我這長長長都還可以當結彩用 還給我提在裡面真的是 現在看這目數怎樣 33.5 太慘了 而且對方網路好像也好了 不可能靠網路 獲勝了 不可能靠對方斷線取勝 你這幾顆沒點 不過應該還是白旗盤20以上 這不可能逆轉 我提這個 這很小 說不定我努力收官還有點機會 有沒有可能 不知道但是 試試看嗎 試試看嗎 說不定等下對方網路又壞了 嘿嘿 開始在想一些 偷雞摸狗的 東西啦 還是想偷雞摸狗啊 沒辦法 這是人之長情 努力收官不到有有沒有機會 不要 這邊有沒有搞頭 他這塊旗已經沒連回家了 哇這麼穩啊 這穩飛了 這太穩了 沾回去 沾在這 天啊 再穩到 不能再更穩 算了算了還是投降吧 在這裡 這個再不投好像 算了算了 不投降 堅決不投降 繼續下 總覺得有機會 因為他剛好用退縮有點誇張 他跑去自己填一個 一定要搞死這些AI 我怒氣真的很重 我一定要搞死這些AI 一定要搞死這些AI 堅決不投降 就是不投降 你看斷我這個又吃到兩顆啊 我怒氣真的超重 就算不搞死這些AI我也要浪費你家的電 贊助好 贊助最大 又拉近了有沒有 這個再算進去 這個擠也是死的 這個算 你看4.5而已有沒有 這沒差那麼多嘛對不對 他再放一點水我就夠了 他再放點水吧 拜託 大哥再多放點水吧 能不能再讓一點 再讓一點 再讓一點 打這個 打這個很小 衝這裡比較大吧 再多放點水啊 拜託 不過 站住站住 還是這個狗也是所謂的2.5模式啊 就是硬撐到一定是只贏2.5之類的 也是這樣玩的 這個先把這個眼位破壞掉 把這個木樹破壞掉 這我先手啊 這個還可以衝過來 這是不是看錯啦對手 這我衝過來是怎麼辦啊 衝過來不是斷了嗎 哇 這個 俗話說的好 堅持就是勝利 堅持就是勝利啊 俗話說的好 俗話說的好 哼 撿到一盤 哇這比撿到100塊還爽耶 撿到一盤耶 哇靠 這本來都輸飛了 結果對方不知道在搞啥就 這個 這就又送回來勝利啦 我已經有點語無人次了 換個絕翼復盤次數 不然 ㄟ 棋譜怎麼開不起來 喔有了有了 太神啦 突然又撿回來勝利了 用個絕翼復盤 這本來死掉應該是輸飛了 但是我看他這個 突然開始一直狂讓 我不知道他讓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想說搞他一下 沒想到還真的被我搞上 前面應該還好 這邊 喔這手旗邊要靠下 感覺特別難受 問一下這怎麼硬的 確實想撞斷 喔他叫我點這 點這個確實想不到 這是什麼思路啊 這個 看起來是一場複雜難界的戰鬥 我點這個確實 從沒想過 我感覺白棋可能會衝 那我就撞 白棋也不一定好處理 確實點一個 挺好的 學習到一些 實戰這樣子走 我應該有點 不太好 不過我沒想到他就直接開朵花 然後跟我吃兩顆交換 不過從這時候決意 看出來我的勝率已經不到5%了 那已經是 沒什麼機會的情況 然後 然後這時候實戰 這白棋上面這個攻殺 我是真的看不懂 我那時候藏我就想說我這個棋好像是快一氣的 這時候白棋應該是直接救吧 然後我吃這個應該是比較正常 這樣子走白棋相當好啊 這個應該不要再貼了 這邊補個棋 不然這邊好像會有問題 這樣白棋也是不錯吧 上面 實戰等於上面是白死的感覺 雖然說他後續有很多利益 像是這邊可以貼緊之類的 然後這時候 好像還是一直黑棋不太行 雖然說我這邊吃到 但是黑棋還是一樣不到5% 實戰的話 右上角我應該是沒處理好 這時候問一下決意他應該怎麼下比較好 實戰我是頂在這吧 還是說我應該斷這個 紅點應該是表示黑棋應該斷在這邊比較好 斷在這邊 先斷 應該是先斷 先斷一手之後再去提 打掉 打掉不就已經沒那個手段 他是為了要斑這個便宜一下 然後再去藏 這樣子走 這樣子雖然黑棋沒有先手但是 可以搜刮更多木術 確實 這樣應該也可能要比實戰好一點 實戰的話等於說他靈機應變 他這時候不沾了 如果說他要沾的話 這個我會藏 然後這邊再提他一下 然後 這個還可以先手貼回來 這個也不打 先手貼回來之後在這一段 然後他這邊還得再處理 或者我也不斷了我就從這邊一場 下面木術全撈掉 而且他這個 這塊棋還得去自己去找眼位 這樣黑棋可能也還不錯 但是這棋就變成說他這邊靈機應變就突然不要了 他沾的時候我應該還是要去救 我感覺這邊這手棋我應該得補 實戰太上了我就想說 都不管了 先撈空再說 我過完還是應該去救才對 過完還是應該去救 雖然說去救的話勝率也是一樣低到不行但是 應該還是去救才是正確 因為實戰是直接被幹掉 沒有直接被幹掉是打劫 但是劫採不夠 劫採不夠原因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前面去保去搬這個 我如果是直接來打劫的話 我還可以靠這個長 長這個去當劫採 不過這一手好像不一定是 不過至少會多好幾枚 一枚兩枚然後打吃這個也是啊 然後或者是我用搬的嘛 然後他我要斷的話我在這個打吃都是 四五枚吧 至少也有好幾個劫採在這邊 實戰我接個時間跑去搬一下就不然完全沒劫採 那這個其實已經沒機會 不過沒想到這個對方明顯是AI啊 然後 他後面就退的有點太誇張了 結果 把自己退讓到輸了 這個就讓我 非常驚訝 主要是最後這一手 跑去 跑去頂被我一衝過來 這我無法想像啊 這一衝就死了嘛 他這棋如果沾住我的木是怎麼樣 也是黑棋好 也是黑棋好 打吃這隻斑年 這個棋 黑棋贏啦 好吧那總歸來說呢 還是非常非常幸運的一盤棋 最後呢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先往下看 蛍